再看新北市的部分 身兼党主席的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蔡英文 在上周末在前京建会主委张晴森的陪同之下 特别到了二重书宏道 去了解重阳重化区的规划 不过这样的行程非常的低调 没有通知媒体采访 到时民进党团总召蔡同荣 号召了一群广电骑兵 要用影音记录蔡英文 希望透过网渡争取年轻的票源 布局新北市蔡英文找前京建会主委张景森 到二重书宏道 了解重阳重化区的规划 不找媒体采访 蔡英文一步一脚印努力耕耘 党内也没携着 立员党团总召蔡同荣 就找来台义大的广电系学生 组成广电骑兵 帮蔡英文拉年轻票源 这些台一大的广电骑兵能独立企划拍摄 采访剪接和网路传播等五合一的技能 随时可以把蔡英文的证件和想法 透过网路及时让年轻族群了解 日前他们还完成纪录片 摇摆把大线的拍摄 让神匠文化和艺术教育结合 堪称前所未有的壮举 有广电骑兵操刀对蔡英文来说势必有加分效果 民事新闻 叶琴城 钟仁明台北报导